那在席次上民进党是少数党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在表决的过程实在是惊险连连 那没想到居于国会多数的国民党 那出席的状况不如预期 所以几度发生 四度发生投票平手的状况 那逼得国民党赶紧让副院长江启成也投入表决 那最终依旧平手的状况 由韩国瑜院长以院长的身份表态投下了支持反年改这样的立场 民众党有八席的立委 但是在今天的表决当中 他们选择人在现场却不投票 我们的投票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赞成 一种是反对 一种是弃权 可是民众党的八席委员连表态都不敢 这样的一种选择 难道民众党还要测风向 还要去拔小草测风向 来决定这样一个改革议案 或是走向反改革的一方 而民进党的总体席次是51席 那今天有四位没有到场投票 那民进党当然有自己的内规有自己的纪律可以来处理 那我针对柯建民总招 他个人是因为今天陪同陈建仁院长前往新竹视察 而这样一个交通工程的争取 自始自终都是柯建民总招一路争取 所以他今天柯总招陪同陈建仁院长 仍在新竹 而依民进党的内规 只要是总统副总统乃至于行政院长的重要地方行程 那立委是得以在院会当中请假的 所以我特别就这个部分来说明 如果让它的后来非常谈判